好,我们接着下一课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 大家一看像什么 像我们家里边经常用的那个钳子 确实如此 一个钳子 这个分析想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拿这个钳子经常会扭螺钉 搬一些什么东西等等这一类的 经常会用到钳子 因此我们这个分析 也来算一算钳子往墙里扭螺钉 到底哪个地方的硬力比较大 变形怎么样 这个题目主要是做这么一件事 通过这样一件事 他教会我们学习用一些新的连接方式 首先我们看他把这个问题处理 他说我这个钳子扭着一个螺钉 把它往墙里边扭 那么这个墙呢 其实不是我关心的对象 所以大家看他把这个墙壁怎么样 其他部分都给简化掉了 就剩这么一个一小块 就这么一小块 干什么呢 他说这一小块啊 反正是这个螺钉 要扭到这个里边去 所以我也不关心这个墙壁 结实不结实 不关心它 所以我把它呢 尽可能的缩小 以减少我画单元的这个数量 这个呢 这种思想啊 大家要体会啊 他这个处理方式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在这个题目里边啊 他说其实这两个钳子 我们看这两个钳子 它中间呢 是通过一个什么 销轴 把两个钳口啊 给连起来的 连起来的 他说在我们的这个 工程的这个设备里边啊 很多很多时候 大量的用到销钉啊 锚钉啊 等等等等啊 他说这一类的这个零件呀 它呢 起一个连接作用 起一个连接作用 你没有它 这个零件之间 它们的相对的这种运动关系 就保证不了了 有了它 可以保证运动关系 但是呢 这种销钉啊 锚钉啊 这种东西啊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相对于其他的零部件来说 它可能体积呢 很小 体积很小 但是呢 你要 不考虑它呢 又不行 考虑它呢 它体积小 画单元来说呢 就有困难 有困难 因为这个零件一小 你单元就跟着得小 单元一小呢 那势必造成这个计算量就大 计算量都大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呢 一个产品里边啊 它这个销钉啊 锚钉啊 可能非常非常多 这一多以后 其实就给我们这个分析计算 带来麻烦了啊 又小又多 你又得画单元 很麻烦 那因此呢 这个做软件的人就想啊 如果我们说呀 在销钉锚钉连接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不是太关心 它本身的受力啊 变形啊 这个情况 我关心的是它连接的这些零件 因此呢 我们就只要把销钉锚钉 它们的作用体现出来 而不真实的把这个零件做上去 这样岂不是很好吗 不做这个零件 不用参与画单元了 但是它的作用呢 又存在 因此呢 它就说 我呀 就把这个软件里边啊 这个做分析 经常用到的这些连接的 锣钉啊 销钉啊 锚钉啊 弹簧啊 轴承啊 怎么样 都给你一种处理方式 这样呢 你在做分析的时候 直接引用它们 就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 这个这个麻烦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个题目啊 要教我们处理的 好 从设计 转到分析 它原来这里边就有一个啊 我们就不管它了 放在这儿 开始一个新的算力 起一个名字啊 打勾 因为这里边都是实体了 所以我们单元都用实体网格啊 打勾 给材料 我这为了省事啊 我这一步就把所有的材料 都给成一样就算了 真正的 你可以给它选择不同的材料 然后呢 载荷约书 载荷约书 那么它的这个工作状况 是什么样一种工作状况呢 这是墙壁 我们就认为这个面 固定住的 固定住的 那么这个钳子呢 我们扭螺钉的时候 首先要怎么样 上下要把它抓紧 所以在这个面和相对的这个面上 加的有握力 握力 然后光加紧还不行 还要怎么样 扭动它 所以呢 在这个侧面上 这个面 还有相对的那边 那个面上 要加一个力 这两个力呢 形成一个什么 力偶 形成一个扭矩 然后扭动它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工作状况 两个钳口 钳子之间呢 要有销钉销起来 然后呢 它们呢 捏紧这个螺栓 扭到这个孔里边去 那这里边呢 大家看 装配体 一二三四个零件 虽然不多 有四个零件 那么 装配体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啊 零件和零件之间 它们之间的接触关系是什么 你还要定义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 它要考虑的 好 加约书 这个约书呢 比较简单了 直接选上它 固定 打钩 然后呢 加载荷 比如说 这个面 受到了一个垂直于面的握力 所以我们选垂直 然后同样的和这个对的 相对的这个面 这个面上 也受到一个握力 人手握它的这个粒子在喝 多大呢 告诉 告诉我们啊 四十牛 四公斤 可能跟一般一个人的握力 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打钩 接着呢 加这个扭矩 扭矩 再加一个粒 这个粒呢 也是垂直于所选的面 比如说 这个面上 有一个粒 这个面上 是不是也加到这个面 这个面上 有一个垂直的粒 多大呢 二十牛顿 加到这儿以后 大家注意啊 我这儿加了二十牛顿 选了两个面 大家说是在两个面上 分别加了二十牛顿 还是两个面上 一共加了二十牛顿 大家特别注意啊 特别注意 现在这种选法 现在这种选法 是每个面上 都加了二十牛顿 说起来呢 有一个笑话啊 我们那儿一个工程师 给别人这个算这个题啊 算一个花剑轴 然后呢 也是给一个 那个学校的老师算 学校老师嘛 都材料力学啊 这些都很熟悉啊 他说我看你这软件 到底算出来的 跟我材料力学 算出来的对不对啊 吻合不吻合 拿了一个花剑轴 说这个花剑轴上呢 这个这个 收了多大的力啊 给他了一个扭矩 算一算 一算啊 哎呦 比人家大好多倍 学校老师就说了 你这软件啊 根本靠不住啊 后来他就问我了 他说咱们这算的 跟财力算的不一样啊 这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 材料力学算的 或者算的会差距 差好多倍啊 不可能的 你说差个百分之十 这我相信啊 乘几十倍的差 绝对不可能啊 然后我就给他查 本来人家告诉他 花剑轴上加了多大的扭矩 那花剑轴上的花剑 可能有十来个 他就在每一个花剑上 加了那么大的扭矩 大家想 十几倍 那当然怎么样 就不对了啊 这种很 很原始的 这种很低级的错误 但是初学的时候呢 你不注意啊 真的就是老犯这种错误啊 而且是查还查去 查不出哪的原因 所以将来你们用的时候 就要知道 这个呢 选多个面 加一个载荷 是每一个面上 加了这么大的载荷 现在到了2009呢 他就比较好了 他这多了一个选项 他说问你啊 你这个 这个20牛顿的力 是总和 还是分别 也就是说 这20牛顿啊 是 合在一块 加了这么多面上 20牛顿 还是呢 每个面上加这么多 2009他做了个改进 好 打钩 载荷 加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加所谓的连接方式 第一个呢 就连接 这不是有箱子吗 那么这个箱连接在哪呢 载荷约书里边 还是这个接头 一点 他就说了 你要做哪种连接 一点 大家看 专门有什么 箱 箱钉 他说你要连接箱钉 那么就要把两个 圆柱面选上 箱钉连的 都是圆柱面 所以在这儿 我们放大一些 这个面 和 这个面 通过箱子连接的 选上了以后呢 大家看那个符号 箱连接的符号 就出来了 再往下 他就问你了 他说你连的这个东西啊 使用固定环 使用键 这个使用固定环呢 翻译的就反正 有点蹩脚啊 让大家看了以后 都是中文 但是你也不知道 他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他说你这个箱连接完了以后啊 其实就沿着这个箱的轴线方向 这两个物体还能不能动了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呢 使用键 还好理解一些啊 你要这个箱连到里边 有一个键 那么就就不能转动了啊 不能转了 现在呢 他这个如果不选 就是怎么样 可以旋转 也就是说这个箱连接的两个物体啊 可以怎么样 相对转动啊 可以相对转动 也就是说切项呢 不加约书 就这个意思啊 如果你要是选上它 那就怎么样 可以约书啊 可以约书 好 我们这个呢 因为这个前口嘛 要加东西啊 很灵活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切线方向 不约书它 两个前口可以相对转动 轴向呢 不能错开了啊 不能错开了 所以加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下边呢 还有个高级选项 我们这呢 这个不用啊 不用 等会用到的时候 再给大家说 好 打钩 这是我们加的一个小连接 加完了以后呢 接下来 大家看 这不是有一个螺钉 扭到那个孔里了吗 他就说 哎 我刚才看你那个 这个接头里边啊 专门有螺栓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定义 这个螺栓和这个孔的关系了啊 在这儿呢 我就告诉大家 恰恰不是啊 我们这个螺栓呢 是定义的螺栓连接 这儿呢 其实是一个螺钉 扭到这个孔里边了 那么这个螺钉往孔里扭 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圆柱 怎么样 插到了一个孔里边啊 插到这个孔里边 它其实跟销的这个作用啊 很相似 所以接着呢 我们还要定义一个销 这个销呢 就是模拟这个螺钉 进到螺钉孔里边了 好 那大家说你要模拟销 刚才你不是选了两个圆柱面啊 在这儿选那两个圆柱面呢 一个是孔的 一个是什么 螺钉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选上它 这是这个螺钉的圆柱面 在这儿呢 选那个孔的圆柱面 但是孔的呢 虽然这个墙壁给透明了 但是我们还是选不到 我们有个什么办法 一个是爆炸 爆炸开我们可以选 还有一个什么 它有个什么 按右键 按右键 选择什么 其他 那么这时候呢 它可以透过这个物体 它说你是不是要选这个面 还是 这个面 你看 这就是我们要选的这个面 一点 选上了 它们两个之间 模拟一个销连接 一个销连接 这一次啊 我们说啊 这个模拟完这个销连接以后 这两个选项 我们在这儿呢 要用一用 首先沿着轴向 我们还是说 它怎么样 不能动了 它说你这螺钉扭的时候 不是可以往里边进吗 我们考虑的就是那个损失 所以不考虑它往前进 然后呢 它能不能转呢 如果要是它不能转 就相当于这个螺钉怎么样 和这个墙壁是 焊死到一块 但实际我们往里边扭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样 是能转的 但是要能转 大家想 是不是又跟我们前面讲的 有点矛盾了 因为我们要消除什么 钢体运动 如果你要让它转起来了 它有钢体运动 那不是又解不出来了吗 那如果你要是 不让它转 就粘在一块了 又不对 就好像那个 那个那个 罗钉 罗钉扭到孔里边 是焊死的一样 让它转吧 又有钢体运动 那么而且特别是让它一转 那么这 你有运动呢 就没有变形了 没有硬力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它这儿呢 关于萧丁的处理啊 就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 它说啊 我可以呢 不把它 焊死 允许它转 但是呢 你要产生硬力 它还有阻碍作用 那么这个阻碍作用呢 就会 这个产生硬力了 这个阻碍作用 大家看 就是这个地方 允许转 不打钩 底下这儿呢 你看 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你要在这儿打上钩 不允许它转 你看 底下就变成什么 灰的了 你就不能指定 阻尼作用了 所以这儿呢 非常关键 非常关键 我们允许它转 但是转动的时候呢 有阻碍 也就是说 你一开始 这个转一点 很小的力就能转 但是你转的越大 我对你的阻碍怎么样 越大 所以大家看 它这个阻碍的 这个作用的单位 每弧度 多少牛米 看到这个单位了吧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在力的作用下 一点都没有转动 一点角度都没有 我这一点阻尼都没有 零 零 然后因为你这个 每弧度多少吗 你没有弧度 零弧度 当然阻尼就是零 如果你转了一弧度 比如说我这儿输了个数啊 二十牛米 你要转动一弧度 我就是二十牛米 转两弧度 我就什么 四十牛米啊 成倍的扩大 这就是所谓的阻力距 阻力距 有了这个阻力距以后呢 你呀 加了力以后呢 它又允许你转 但是你转的角度越大 它阻力越大 最后达到平衡 那时候的情况 好 所以在这儿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销钉啊 可以像普通的销那样用 还可以模拟呢 螺钉 往里边扭的 这样一种状况啊 有阻碍作用 大家说这些都加完了 有约书 有载贺啊 然后呢 有销钉连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了呢 我们还不能忘了一点 就是什么 装配体里边 零件之间的什么 关联关系 现在默认的 整体 全局的这个接触 是什么 结合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四个零件里边 没两两 两两之间 这两个零件啊 只要它没有接触面 就认为它是什么 粘在一块的 那首先我们说啊 这个啊 不适用于 螺钉和墙壁 螺钉和墙壁 它们俩这两个螺钉的面 和这个孔的面 大小是一样 挨在一块的 现在如果你要认为 它是粘在一块的 刚才我们定义的那个 销钉还有没有作用了 刚就没有作用 它是粘在一块的了嘛 所以在这啊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哎 不行 我一定要重新定义 一个接触面组啊 你看 我选上这个以后 你看 接触面组 自动出来了 看到了吧 如果我要不这样选的话呢 你看 定义 接触面组 你还得在这什么 选上它 在这呢 再选那个东西 是不是很麻烦啊 如果你前面已经有过引用的 你看 你选上它 然后到这 定义 接触面组 直接就出来了 直接就出来了 定义它干什么呀 说这两个面之间啊 尽管是相接触 但是呢 它们是自由的 无相互作用 啊 无相互作用 什么意思啊 你千万不能认为这两个面啊 这个挨着了以后啊 就有什么连接了 有什么这呢 他们俩啊 谁跟谁也没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 这样定义以后 我们刚才定义那个 消的作用呢 才能 才能起作用啊 否则的话啊 你这个接触里边 处理的这个东西啊 它呢怎么样 就把你原来定义的这个消啊 它的作用给 掩盖掉了 掩盖掉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大家也应该理解到啊 你们马上应该意识到 就是定义 装配体零件之间的 接触关系 比你在这个边界条件里边 加的这个什么 这个接头的关系 级别要高 因为你定义了这个东西 你要不定义它 它就粘在一块了 说明这个接触呢 怎么样 比你那个接头 比它的级别高 你定义了接头 我再定义了接触关系啊 它会把你那个接头的作用 怎么样 给去掉嘛 所以它的级别高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好 定义它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罗钉啊 进到我那个孔里边啊 就是跑到外边 或者是 这个这个 这个给我干涉了 我也不管啊 我也不管 靠谁管呢 这时候那个才能靠那个 萧丁定义的那个作用 再管 再管 这是我们说的一层意思 另外呢 在这个接触 这个 缝隙这个里边啊 整体的 全局接触 我们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这次呢 我们又用了定义 相接触面组 再往下 还有一个什么 为零部件定义接触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说啊 你在这儿呢 用这一项啊 可以直接选择 这个零件 和这个零件 这两个零件之间 它们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 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可以直接定义 零部件的 接触 零件的接触 那么在这里边啊 我们看 有这三个 定义接触的形式 整体的 两个面的 两个零件的 两个零件的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说 为什么要 给这么多 定义接触的 这种形式呢 而且从那个 这个表面上看啊 定义全局的 你看就是 结合 自由 无穿透 你定义两个面的 典型的啊 定义两个面的 其实也是什么 你看 无穿透 结合 自由啊 无非是多了一个 过影配合啊 还有个虚拟臂 好像是差不多的嘛 为什么要分的这么细 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 一个复杂的装配体啊 这个 每两个零件之间 它的这个接触形式呢 并不一定一样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 两个零件 有两个零件 可能是接触 另外两个零件 可能是结合 还有两个零件呢 是自由啊 自由 这样一来 你光靠这个 整体的这个 全局接触定义 怎么样 就没法把这些呢 都给处理了啊 你比如说 我这两个零件 是真实的接触 你在全局里边 也给定义成结合了 那就不对了嘛 所以呢 提供给我们 啊 你可以定义 某两个零件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可以是自由的 可以是无穿透的啊 也可以呢 定义某两个面 啊 它们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大家说 面和零件 还不一样吗 真的是不一样啊 这个两个零件 各自独立的 两个这个这个东西啊 两个面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这两个面 必须是两个零件上 其实他可以是 一个零件上的 两个面 啊 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音叉啊 如果我这儿 受个力 他们怎么样 最后会挨上 这是同一个零件 两个面 也可以是定义成 接触形式啊 定义他们的接触形式 所以定义面 接触形式和定义两个零件 不一样 那么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 如果大家反应快啊 你们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这三种定义 接触的这个 这个形式啊 优先级 谁优先 什么意思啊 换句话说 我这个全局接触 我定义了一个结合 我又给两个面 定义了真实接触 又给两个零件 定义了一个自由 最后那两个面 是按谁的 按全局的 还是按你面的啊 那零件的那个自由 是按全局的 还是按零件的 是不是 有这个所谓 优先级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优先级的问题呢 就有点像什么呀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有点像我们 SightWars里边 做设计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 物体的这个颜色啊 跟咱们这个优先级啊 有点类似 随便做个零件啊 一拉伸 拉出一个板 然后在这个板上呢 我又做了一个 圆柱图台 打钩 好 这个零件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给它怎么样 各种各样的颜色 颜色啊 比如说我给这个零件呢 选了一个颜色 淡蓝色啊 蓝绿色的 这是给零件 可以赋予颜色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给每一个特征 怎么样 浮予颜色啊 这个特征 浮予颜色 比如这个特征的颜色呢 是粉色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给某一个面 怎么样 浮予颜色啊 面 浮予颜色 比如这个面的颜色 黄色的 那么零件 有零件的颜色 特征有特征的颜色啊 这个面有面的颜色 它们之间就有一个优先级 比如说现在我要把零件的颜色改了 不用这种淡蓝色的了 而用什么 粉红色 大家看特征的颜色 变不变 面的 变不变 所以啊 这个零件的颜色 级别最低 特征的呢 其次 面的呢 最高 最高 所以他们这个优先级就是这样一个优先级 那么对我们这个 接触来说啊 它也是这样的 那么谁的优先级高 谁的优先级低呢 在这儿呢 我就告诉大家啊 全局的接触 优先级最低 其次 是零部件的 零部件的 最高的是接触面组 接触面组 也就是说你定义了接触面组的 然后全局还有个默认的啊 接触面组就会把全局的给 替换掉啊 如果你定义了接触面组又定义了 这个接触面组啊 所属的那个不同零件的 他也会把零件定义的那个 覆盖掉啊 覆盖掉 那当然零件定义的也会把全局的 覆盖掉啊 这个优先级就是这样子啊 好 完了以后呢 大家说那 好像我们知道啊 总体是结合 然后这个销和这个孔之间 是自由啊 是自由 其他我们没有再定义什么东西了 比如说这两个钳子 这两个钳子 我们没有定义它 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按我们想象嘛 这两个钳子 在这个交界面上 如果要是面和面是挨着的话 那他默认的是什么 接触 那你这儿 在这个地方 加的那个力还能传到这儿来吗 不行了啊 不行了 所以呢 他题目里边没有跟我们说 所以我们就直观的判断啊 这两个钳柄啊 应该是没有向无接触 应该是没有 否则的话呢 怎么样 你也没有定义他们俩之间 没有什么样的接触形式嘛 如果有接触面 他一定会粘在一块 因为我们全局定义的是结合 如果不信 我们来检查检查 怎么检查 工具 干涉检查 一计算 体积干涉 没有 我们检查的是重合 再一计算 大家看 有三个重合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那个螺钉的孔和螺钉 第二个 前口和螺帽 第三个 另一个前口和螺帽 这两个前柄之间怎么样 确实是没有挨择 好 这些都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划分单元 就按他默认的值啊 花完了 运行 软 他说哎呦 你这里边怎么不定义那个属性了 我知道为什么不定义属性了 因为这里边没有真实的接触啊 所以我就不定义属性 就按他默认值就行 我们把这些条件把它隐藏起来 显示 好 大家看 这就是计算的这个结果啊 动画一下 看一看 放大点啊 大家看 这个螺帽 确实什么 是扭动了 有一定的变形 大家注意啊 他说你这变形 是不是放大了很多倍啊 变形比例 一 一比一 这就是为什么 它能够扭动啊 就是因为我们给它了 那个销之间怎么样 有一个阻尼 阻尼 当你这个没有变形的时候 它阻尼是零 有了转动的角度才会有阻尼 转动的越大 阻尼越大 最后怎么样 完全是你家的这个锯 和那边的那个锯怎么样 平衡 平衡 造成的变形 所以大家看这个销的这个应用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妙 好 这是一个 那大家说了 这算完了以后 一看啊 哪的硬力最大呢 好像是在这个 钳子这个 手柄的这些地方 特别是那个根部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最大的 大家说 凭我们这个经验啊 很多很多时候啊 那我们的这个销子连接的地方 销经常断 销那的这个应力非常大 非常大 那现在呢 你这个销啊 这个用了一个连接方式 给替代掉了 没有真实的销了 那我这个 如果我关心 就是那个销子的这个应力 那怎么办啊 在这儿呢 我们告诉大家啊 这个销连接啊 在处理上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但是销连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好的 这个这个因素 什么不好的因素呢 它这个销连接呢 其实是做了一些假设 做了什么假设呢 他说啊 第一 我做的第一个假设 用销子连接起来的这两个物体 原来连接的都是两个圆柱面啊 变形前 它是圆柱面 变形后 它还是圆柱面 这是做的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 这个销连接起来的这两个圆柱面啊 原来它们俩是同轴的 变形前是同轴的 变形后还是同轴的 那么这其实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连的这个销啊 其实是一个刚性非常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物体啊 也就是说受很大很大力 它也没有变形 那么这个呢 和我们实际的情况怎么样 吻合不吻合啊 不吻合啊 不吻合 所以呢这是一种近似 这是一种近似 那么这种近似影响什么 影响这个销连接的这个孔啊 附近它的应力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孔附近的这个应力啊 你千万别信 它是不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销连接做了这个假设 它是不准的 那么在多大范围内不准呢 它说至少是这个销的这个直径 这个范围内是不准的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销是10毫米啊 那也就是以这个孔为中心 向外偏10个毫米 这个范围内的应力 你不要去看它啊 它不符合实际啊 不符合实际 那么离这个孔比较远的 还是对的啊 还是对的 就我们讲的那个生物难原理嘛 生物难原理 所以现在呢 这个前口 就这个前子的这个根部这儿 应力比较大 它离那儿怎么样 早就超过那个销的直径的这个范围了啊 所以没问题 还是可信的啊 可信的 但是在这个孔附近 销连接的孔附近 应力不准 这是我们说的销连接的第一点 第二点销连接 我们现在给大家的例子呢 都是非常完美的研柱啊 研柱孔 可是真实的这个这个销连接当中啊 可能我这个孔啊 并不完整 或者这个孔这儿缺了一块 缺了一块 或者这个两个孔啊 大小不一样 行不行呢 在这儿呢 他就说了啊 销连接的这个圆柱面啊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圆柱面 也可以是圆柱面的一部分 这两个圆柱面直径大小可以不一样 但是必须同轴 必须同轴 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二点啊 第二点 第三点 如果大家说 哎 我呀 关心的就是这个销本身啊 和销连接的这两个物体啊 在销附近的应力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老坏啊 那这时候呢 你千万不能用销连接 因为什么呢 销连接这个地方不准吗 那大家说怎么办 碰到这种情况 没有别的办法 真的把那个销怎么样 做进去 而且要定义他们真实的接触 再去算 再去算 那么这样算的时候呢 就逼迫我们 必须得把那个销附近的单元怎么样 画的密一些 按真实的接触 算准 那才是真正的销 和它附近区域的引力 通过这样一个题目啊 那么我们就教会了大家 怎么利用这个销连接啊 来做分析啊 它呢 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可以使我们的分析简化 避免产生销这样的零件 但是呢 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影响 就是什么呢 这个销附近的应力 其实是不准的啊 好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题目啊 大家应该学会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下边一个题目 接下来这个题目 我想咱们这个男同志一看啊 都知道 爱打篮球一看 哇 这不就是篮筐吗 篮筐啊 这个 接下来这个题目呢 哎 确实要 分析一个篮筐 他说啊 这个大家看美国那个NBA比赛啊 这球员体质很好 跑得快 跳得高啊 经常去扣篮啊 特别大家知道那个大鲨鱼 凹尼尔啊 很重 体重 250磅 扣完篮以后 挂在顶上就不下来 所以这个篮圈呢 得设计的非常的结实 他说啊 因此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就得怎么样 就得详细的算一算啊 到底这个 这个承受这个250磅 300磅的这个运动员啊 这个载荷有没有问题啊 他说啊 这个就要做这样一个题目啊 当然了 真实的目的呢 其实还是要什么啊 要通过这样一个题目来练习 我们的零件和零件之间的连接方式 这次练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是个装配体 但是只有两个零件 一个是蓝板 一个是蓝框 蓝框和蓝框之间 大家看 他把孔啊 都打好了 干什么呀 通过螺栓 把这个蓝啊 这个这个蓝圈和这个蓝板 固定起来啊 固定起来 因此呢 这个题目啊 其实主要是练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利用螺栓连接 好 从设计转到分析 原来这个就把它删掉 开始一个课题研究 给个名字啊 给材料 那我当然我这儿是为了省事啊 都选那个那个一种材料啊 真正这个蓝板可能是这种有机玻璃的啊 蓝蓝圈呢 可能是合金钢的啊 我这省事都选的一样 好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蓝板本来很大的一块板啊 他就做了这么小一块 干啥啊 我不关心那块的啊 我就关心这种连接这个区域的硬力到底怎么样啊 蓝圈上的硬力到底怎么样啊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蓝板简化了啊 好 这个 载荷和约书 那么蓝板呢 通过一种方式把这个面和外边的架子啊 固定在一块了 所以我们选上他 告诉他这个地方呢 是固定住的啊 固定的 立呢 在这个顶上啊 当然我这个 这个运动员啊 可能扣完蓝以后 可能抓这儿 也可能抓这儿 抓这个地方怎么样 应该是条件最恶劣的啊 悬臂最厉害的 所以你看 他算的时候啊 他说我们就算这个最恶劣的 力加在这个面上的时候啊 手一抓 然后掉上去了啊 所以在这呢 我们这个加 力 那么这个力呢 方向 向下的啊 所以我们不能用垂直的了 而要用什么 选择一个 参考面啊 其实选择哪个面都行啊 不一定非要选什么 和他平行的 或者怎么样的啊 比如说我选这个面 那方向就是什么 垂直于这个面啊 我选这个面 那就是什么 看这个面的 XY方向是哪啊 选上他 在这点一下啊 选这个 前屏面啊 那么前屏面 XY方向 我们就知道了啊 不是这个竖直方向 应该是 Y方向啊 大小呢 我们把它改成英质 因为什么呢 我就知道那个奥尼尔啊 250磅 英质的啊 250磅 反向 向下啊 一磅大概和咱们 不到咱们试金的 那个一斤大概 所以250斤左右啊 240可能 好 打钩 那么 载荷和约书都加好了啊 那么这两个零件之间呢 是靠螺栓连接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在 载荷约书 接头里边 选择 螺栓 一选螺栓以后啊 这次 对话框里的东西啊 就比较多了啊 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螺栓连接啊 有很多种方式 有的是什么 这个螺栓 穿过那个孔 孔呢 比螺栓来的大 靠内边有个螺帽 怎么样 把它扭紧 有的呢 这个螺栓啊 和那个孔啊 这个螺栓底上有螺纹 然后这个螺纹呢 直接扭到 那边的那个板上 没有螺帽 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种螺钉 螺钉的形式 他说你呀 在这选 到底用哪种啊 我们说我们现在是靠 螺栓和螺帽啊 来这个这个 连接的 所以我们选 第一个啊 第一个 这个呢 你选了这第一个 他就问你啊 这个螺栓 螺钉孔的 圆形边线 也就是说啊 你这个不是螺栓和螺帽 连起来的吗 螺栓这边 啊 连接的那个孔 边缘在哪 这就是这个孔的边缘 然后在这呢 螺栓螺母孔的啊 就是有螺帽的那边 在哪 那我们告诉他 就是这边的这个孔 点上他 然后呢 一点了以后 他就知道啊 他能知道 你选的这个孔的直径是多大 所以了 他就说了啊 这个螺帽的大小 是不是这么多啊 螺栓的直径 是不是这么多 从哪来的 就是从你点的那个东西来的 那我们就告诉他了啊 我这个螺栓的直径啊 公制的 没有什么8.89啊 我就是 比如说 直径就是8 螺帽呢 比如说就是 13.5啊 其实这个螺帽没有太大用 只是一个 给一个范围 好 再往下呢 他说啊 这个螺帽啊 这个螺栓连接的时候呢 我将来连螺栓里边的这个力 都给你算出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螺栓的材料 告诉我啊 选一个材料 跟我们刚才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螺栓 我们说它是很结实 核金刚 打钩 那么将来呢 在计算螺栓的 这个里边的拉硬力啊 减硬力啊 弯局的时候呢 他就要用这些材料 用这些材料 好 再往下 他说一般这个 我们螺栓连接的时候 都有一个班手 把它怎么样 扭扭紧 扭紧的时候呢 我这个扭紧的这个预紧力啊 有的是什么 已经知道轴向的预紧力 有的是知道什么 扭矩 预紧的扭矩 他说啊 你这个预紧啊 到底知道的是轴向 还是力矩 你告诉我 在这儿呢 比如说我们用轴向 假定预紧力呢 那是50公斤啊 500牛顿啊 那么这样一个螺栓呢 连接就定义完了啊 定义完了以后 一大勾 大家注意啊 他又没有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按住 点一下啊 点一下 然后呢 再来加别的啊 同样的方式 我们加第二个 这个边缘 这个边缘啊 这个边缘 加一个啊 那么大家说 这东西能不能一次都加呀 不行啊 所以这一点呢 他做的有点让人有点 这个我们这个螺栓比较少啊 这样一个一个点点也就罢了啊 假定要多的话 几十个也挺累人的啊 加上啊 同样的 这边 这个 这个啊 加上 好 都加完了 退出 好 大家说都加完了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算了吧 行不行 还不能算 为什么呀 两个零件 装配体 零件之间的什么 接触关系 还别忘了定义啊 如果现在我们不理它 默认的是什么 结合 那就是这个蓝板和这个东西 贴着这地方怎么样 粘在这一块了 你家内螺栓 根本就没用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 因为这里边只有两个零件 所以我可以把全局怎么样 定义成 无穿透 这也可以 那么比较好的方式啊 建议大家 还是用什么 接触面组 为什么呢 接触面组 你选的是两个面 将来他判断这两个面的关系的时候 只判断这两个面 如果是全局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物体上的各个面啊 都去判断一遍 就比较费时间 比较费时间 所以将来大家注意啊 尽量的用 接触面组 好 这两个面又不太好选 那怎么办 我们又可以把它 爆炸开啊 定义 接触面组 这个面 和 这个面啊 大家看 选上他以后 怎么样 真实接触 到底用接到接 还是接到去面 还是去面到去面 我们说啊 这个有预警力啊 他们俩怎么样 挨得比较紧 一般的说怎么样 是不会分开的 所以我们用接到接 接点到接点 计算的时候啊 特别快 特别快 好 打勾 当然也可以考虑摩擦 打勾 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解除爆炸 解除爆炸 好 然后呢 去计算 计算之前 我们选一选什么 解算器 这个呢 我们知道 真实的接触 我们就用这个 直接求解器 确定 确定完了以后呢 怎么样 就可以计算了 按右键 运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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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算,我给大家解释 正常情况下,我们看 接点数、单元数、自由度数 对实体单元来说 我们说一个接点有几个自由度 上次给大家讲的时候 一个接点有什么,三个自由度 也就是说有三个位置量要求的 那么有这么多个接点 就应该有多少个自由度 三乘上这个接点数 就是我们要求解的什么 线形方程的位置量数 那么因此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度数 但是大家看,三乘上他以后 三三应该六六,六七多 这是,哦,还不止 应该是准确的等于他 但是我们光看最后一位 三四一十二,这是七 他俩并不准确的相等 为什么? 这是一般我们评估计算量的一个最典型的评估 就是根据这个接点数乘以三 然后呢,就是这个自由度数 大约是这个自由度数 为什么不准确的等于他呢 因为有约数 我们不是把那个板的挡住了啊 这一部分给固定了吗 固定不就相当于那个地方的位移等于什么 等于零,是不是 你要求那个地方的位移 那的位移我已经知道了 受约数的等于零 你不用求了 是不是就省掉了一些什么 省掉了一些那个要求的位置量啊 所以呢,这儿呢 一般的说不会准确的相等 原因就在这儿 那么另外呢 通过这个呢 大家知道啊 要评估计算量的时候 其实就看这个自由度数 自由度数越大 相当于解的这个方程组啊 这个这个越多嘛 就越慢 所以一般的这个自由度数 直接跟接点有关 跟这个单元数啊 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一个啊 一个 如果要是壳单元的时候呢 应该多少 壳单元我给大家讲了 一个接点有几个自由度 六个 三个移动 三个转动 三个移动 三个转动 所以呢 对壳单元来说 就应该接点数乘6 才是这个自由度数啊 当然也是大致啊 大致 好 因此呢 通过这个 我们就可以大致的评估 一个计算题目 它都大小 好 算完了啊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应力啊 大家看这是1比1的啊 这个应力呢 5点几乘10的八次方 已经很大了啊 好在我们这是合金钢 可能还没问题啊 好 你看1比1的变形 就这么大啊 我们看看它的位移 有多大啊 位移 2.1乘10的一次方嘛 就是21.58 20多毫米啊 就是两厘米多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 还不够大 我看它们掉上去 那篮圈 其实那个变形的 好像还大一些啊 不过那个变形呢 有那个篮架的那个变形 所以我这个 这是篮筐 这是篮架 往这一拉以后 除了篮筐变形之外 篮架怎么样 也有变形啊 所以它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纯粹是篮筐的变形 看完这个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这用螺栓连接 螺栓连接的这个螺栓里边的力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在哪看呢 结果大家看 列举销 销丁 螺栓 轴 relaxation 地 一点 他就问你了 你这里边啊 定义了四个螺栓 你要看谁的 我告诉他 我可以一个一个选 比如说我看 螺栓一的 其实就是这个的 它呢 在XYZ各个分量上的简粒、轴粒和弯矩 好,大家看啊 首先我们看它的这个轴粒 轴粒就是那个螺栓受的什么 轴向的拉力 因为这个螺栓呢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做 它就不像我们算普通的零件一样 把这个螺栓 这个三维状态的硬粒 SigmaX、SigmaI、SigmaZ什么都算出来 它就没有算这些 而是按我们传统的习惯 一个螺栓呢 承载要么是轴向承载 要么是什么简粒 要么是弯矩 它算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看 它给这个第一个螺栓 就是这个螺栓 它说它的轴向的这个力呢 最大的是Z方向的分量 Z方向是哪个方向 大家看这个方向 就是沿着那个孔的轴线方向 非常大 非常大 这个3000多牛顿 3000多牛顿 然后这个简粒呢 哪个比较大呢 X X是360 Y是290 X和Y还差不多 这个外方向 上下方向这么大 左右方向比较大 然后这个弯局 弯局是沿着Y的弯局比较大 外轴在这儿 这是这个螺栓一的 我们看看这个螺栓二 螺栓二是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 大家看它的这个这个轴向的这个力也是比较大 也是比较大 这个 沿着X沿着Y的不大 沿着Z的比较大 这个弯局 扰X的 不像那个扰Y的 扰X的比较大 那么它的这个简粒呢 刚才是简粒 一是它大 它不大 现在是它大了 这个外方向的分量 比较大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层意思啊 每一个螺栓受到的这个载荷 我们都可以知道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反例 这个它叫做合例 这个合例呢 哪有约书 我们就说了 哪有什么反例 这个面上有约书 我们选上这个面 因为我们加的是英质的嘛 我们把单位也换成英质的 好比较 更新 大家看 在这个面上 X方向的力 反例 很小 二点几乘十的负五次方 Z呢 也非常小 只有Y比较大 249.98 刚才我们加的那个什么 二百五十啊 所以你看 算出来 反例 应该大小怎么样 完全跟它相等 为什么差一点 为什么差一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线源怎么样 近似啊 近似 它这个精度是有一定线度的 理论上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啊 这儿呢 就是计算的这种 浮差 浮差 好 这是关于这个蓝圈的啊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要学会什么 怎么样 用螺栓 用螺栓来定义 连接方式 那么特别这个螺栓呢 在我们工程当中 用的非常非常多啊 那么螺栓和这个销钉啊 有同样的问题 它也是做了一个假设 做完这个假设以后呢 哎 它说啊 这个你可以用这个螺栓连接来替代真实的螺栓 但是 在这个连接 螺栓连接的这个孔附近 应力是不准的啊 而且它也是 假定连接的这个孔啊 变形前是圆柱 变形后还是圆柱面啊 轴线 一直是轴线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孔附近的应力呢 是不准的啊 不准的 但是远离它的我们现在一算 我们这儿的最大应力在哪呢 在这些地方啊 大家看在这儿 所以跟那个螺栓怎么样 还差得远啊 没事 所以螺栓那我们不关心 如果要真实 你要关心螺栓那的应力 也没有办法 就把螺栓那的应力 螺栓怎么样 真实的做进去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然后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我们给大家留的那个 那个思考的那个问题啊 思考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不是问大家 在这个约书的时候 这个固定和不可移动 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吗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进入到草图状态 随便画一个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悬壁梁 拉伸就按这么宽吧 好 完了以后呢 做分析 你过来 开始一个算力 就按它默认值 给材料 普通碳钢 加约书和载荷 我们先给它加一个力 在这个面上垂直方向 加一个力 为了将来好比较啊 比如说就是100公斤 竖直向下 然后呢 这边这个面固定住 这个面 约书 采用固定 打勾 网格 比如说 为了好比较啊 都给它整数 比如说是4啊 或者给3吧 准一点 3啊 划分完以后就运行 因为我知道这种简单的东西啊 画网格 没问题 打勾 好 算完了 我们看看 硬力 double click 最大硬力 5.371乘10的 7次方 再看看 位移 5.045乘10的 负二次方 单位 好你啊 好你 好 完了以后呢 我们改了啊 改什么呀 改约书 不用固定了 而用什么 不可移动 不可移动一改 大家看 是不是后边没有那个尾巴了 固定的时候 大家看 是不是有这个尾巴 表现形式不一样啊 好 不可移动 再算一遍 因为单元我都没有变嘛 单元还是那个三啊 其他条件都一样 就是改了改约书形式 再运行 好 算完了啊 应力 5.371 要不一样 位移 5.045 要不一样 一样的吧 大家看 固定和不可移动 得到的结果 一样 既然一样 还要它两个干什么 好 他说了啊 由于这个转局 其实我的转局啊 你看这圆排 这个方向载荷 也会影响它转动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们真的把这个载荷也变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力啊 都是不是垂直的了 不垂直啊 按我们这个 这个小姑娘的说法啊 沿着水平方向 往这 加一个 100公斤的力啊 对吧 好 网格大小还是那么大啊 计算 现在我们算的是 约束是什么 不可移动啊 不可移动 运行 好 看看啊 应力 1.513 位移 6.937 对吧 然后约束变了 固定 打勾 再算一遍 算完了啊 看看硬力 1.513 对不对 位移 6.937 怎么样 说明你解释的怎么样 不对吧 是体往个三级 可体往个六级 就是这个 那为什么移动和不可固定 固定和不可移动是一样的呢 问题啊 在这儿啊 我们说了这个四面体单元是我们实体里边经常用的啊 一个接点 三个自由度 只有三个移动 只有三个移动 你固定也是把这三个自由度归为零了 那么好 对实体单元来说 一个接点有几个自由度 只有三个移动啊 你固定也是把这三个自由度归为零了 不可移动还是把他们三个怎么样归为零了 所以呢 对实体单元来说 固定和不可移动 不可移动呢 只限制了这三个移动的自由度 就是因为它这一个接点只有那三个啊 你说全部为零 也就是他们三个为零 他们三个为零 还是他们三个为零 是吧 所以对实体单元来说 固定和不可移动 这种约束形式啊 结果是一回事的 但是呢 对何单元来说 不一样了 固定是六个自由度怎么样 全为零 不可移动呢 只限制了这三个移动的自由度 固定 三个转动的怎么样 照样可以转 照样可以转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区域 大家说 不相信 咱们再拿壳来试试啊 一试你就知道了 它确实不一样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又问大家 为什么实体的一个节点只有三个 壳体的一个节点会有六个呢 这就是前面我给大家讲 那个有限元原理的时候啊 这就跟它的那个差值函数怎么样 有直接关系啊 你的差值函数决定了一个单元有多少个节点 一个节点有多少个阶段 不同的差值函数就怎么样影响它 不是说我想怎么假设就怎么假设 为什么你这个就考虑 就考虑只考虑位移 不考虑转角啊 完全是根据那个差值函数的形式来的 好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可单元 我们就做一个 就画一条线吧 我也可以做一个矩形 然后呢插入屈面啊 平面区域 好 OK 从设计转到分析啊 它呢知道我们只有面 所以就用这个啊 壳给材料没有定义它 就这个东西厚度呢 2毫米吧 给个材料 随便选一个啊 就是这个钢吧 好 然后呢 加约书 大家看 我这儿选固定 选固定 但是如果我这儿选固定呢 我这儿面上加力没问题 但是我要选不可移动啊 这个面上就加不了力 为什么呀 因为你把这儿不可移动以后 只是这条边怎么样 不能动了 但是你这儿面上一加垂直力 它怎么样 它会转啊 所以就是大位移 不行我们先试一下啊 加固定 然后在这个面上加力 垂直力啊 不要太大吧 比如说就是 10牛顿啊 然后呢 画风网格 都按5啊 画完就算 大家看有问题啊 然后呢 有应力啊 应力已经是挺大的了 如果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约书给改了 你们记记这个应力啊 9.80乘10的7次方 位移呢 5.9啊 5.9 5.9 成 就是5.9啊 好 把这个约书呢 给改了 不是固定了 而是什么 不可移动 打勾 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预测 它会出什么结果 应该什么 有 有大位移啊 有那个 那个钢体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运动啊 看到没有 到大位移啊 大位移 大位移 看到没有 变形比例多长 6.000乘负的 10的负9次方啊 它不仅没有放大 还缩小了很多倍 为什么呀 钢体运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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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从这儿大家体会 怎么样 对壳体来说 壳单元来说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啊 我们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边线呢 两边都加上 这样子它就可以怎么样 承载了啊 都不能移动 可以往下弯 现在呢 都是两边都是不可移动 打勾 但是加了载荷以后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转动啊 可以转动 我们算一下 看看这个应力 2.682啊 2.682 位移呢 6.768啊 768 好 把这个约书呢 改成 固定 一固定以后 这个地方怎么样 不能转了啊 不能转了 所以这个应力呢 要转不能转 应力怎么样 就会比较大 不能转 不能转 但是位移怎么样 会小 多少 1.670 刚才是多少 2.680 2.682 是10.6 2.680 是10.6 是吧 这呢 固定死 我要受力以后 要变形 你呢 卡着我不让我变 应力就大 我这受力以后 要变形 你这怎么样 允许你转动 所以它应力就不会那么大 但是这儿的位移呢 应该小一些 位移是多少 1.316 刚才是多少 是负一次方 负一次方 是我们回答 再看一下 记住这个数 1.670 1.316 负一 这两种约书在实际中是什么 嗯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这种 允许你转动的 相当于是一个铰链连接 我这儿连接的这个东西啊 通一个销插上去 一束载荷 怎么样 允许你转动 允许你转动 那么焊接在一块儿吧 都是一体的 要变形 一块变形 那当然不一样 对 你看这个啊 我就让大家看这个 为啥记住这个数 大家看这个英里 这个 这儿大 你看那个地方是哪儿大 这儿大 是不是啊 根部大 根部因为什么呢 你要变形 我憋着你 把你卡紧了 不能变 这儿是什么 你受力以后 这儿什么 非常大的那个 拉力 非常大的那个 拉力 所以你看最大点 这个地方呢 一个很小 是吧 不一样 然后位移呢 这是六点几 刚才那才是多少 一点几 为什么呢 你要变形 我卡着你不让变吗 这儿呢 你要变我这儿还转着让你变 是吧 所以就状态就不一样了 那么从这儿呢 就让大家体会啊 不可移动和固定 它们的这个区别 区别 因为我有时候在那个网上看啊 大家还在那儿讨论 关于这个不可移动啊 和和这个固定啊 到底区别在哪儿啊 这个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说法 反正网上的这些朋友 都挺有意思的 什么都说 什么都拿来讨论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思考题的这个解释啊 今天这个课呢 我们就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说 谢谢大家 这个我就帮助 我帮助我 我没关系 我还不知道 你还没有想过 什么 你你们看 他朋友 我能不能给你 把你帮助 你 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